好 我们继续深入来关心财经焦点 我们看到很多百货公司一楼都是国际美妆的品牌 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一半以上是我们台湾代工 当然证明了MIT的品质是经得起考验 也难怪今年大陆光棍节 台湾网络美妆业者一天的业绩突破了2.5亿元新台币 但是另一头中海就要签订FTA了 这让台湾引以为傲的美丽经济投下一颗震撼弹 台湾的业者估计很悲观 一旦这个FTA生效的话 恐怕台湾一半的订单都会被抢走 15000公尺的高空化妆品产业的老板敷面膜跳伞 在时速200多公里的气流冲击下 要测试面膜的服贴度 今年大陆光棍节 台湾网络美妆业者一天的业绩突破新台币2.5亿 是去年的1.6倍 接近大陆网站最会卖的盘榜前五名 这一刻业者还在雀跃之余 下一秒钟还宣布要签FTA 这引以为傲的美丽经济投下了震撼弹 介绍一下台湾国别都怕得了 应该这个机会是蛮悲观的 还是会担心到时候 大陆跟韩国他们这边的优势 还会期待台湾 这个也是比较担心一点 她是专做美妆代工的蔡老板 投入这行二十多年了 一年至少五千万的营收 一半来自大陆市场 忙着设立这处新厂房 花大钱砸了一千多万 一听到中韩要签FTA 神情凝重 担心在关税的压力下 台湾产品难道也得杀低价抢单吗 纯粹以价钱比较来讲 当然还是我们能够把关税降低 蔡老板说 台湾美妆出口到大陆的关税 大约在11%到18% 而蓝韩对大陆的关税最高10% 原本就比台湾低 一旦FTA生效 业者估计一般的订单都会被抢走 大陆已经从世界工厂变成了全球的市场 业者估计转单效应 在半年到一年之间将会浮现 而在价格比别人贵近两倍的情况下 要扭转局势 除了靠品质杀出血路 寄望的是福茂能够过关 如果说一个外销的制造业者来讲的话 当然这块是希望能够尽快去完成 百货公司演化缭乱的国际品牌 其实一半以上都有台湾代工 这足以证明MIT的品质 在全球经得起考验 只是面对大陆一年大约新台币 两招以上的美装市场 台湾的美丽经济 如何不因为价格而削弱竞争力 而能在光棍节持续风光 业者苦思突破 记者翁崇 季建亨 高雄报道